那么你的今生与来生都将充满痛苦折磨 在此时 强烈执着于身后物的人 将变成一个受贪欲折磨的恶鬼 过去的伟大圣者与行者 只要有为生所必须的最少量食物 以及足以必寒的衣物 就感到心满意足 然而他们是最富有的人 因为真正的财富 属于那些知道如何满足于现状的人 伟大的噶当派禅修者 噶拉贡秋 住在西藏的一处洞穴中 每次他进出洞穴的时候 身上穿的袍子 都会被洞口的山楂丛妨碍到 他常常考虑砍掉山楂丛 但每每如此 他心中立刻就会生起死亡的念头 他想 谁晓得我什么时候会死呢 把去除这株长刺的树虫 所花的时间用来禅修比较好 藉由禅定的力量 噶拉贡秋能够飞行 试险各种神迹 他云及时 那个山楂丛仍在原地 假若如此伟大的行者 都无法忍受去浪费片刻的时间 那么在修行道上 仍有如此多的事情 需要完成的我们 怎能把人生绝大部分的时间 耗费在俗悟之上 既然你不会永远留在这个时间 听闻的人们啊 那么现在就开始准备你的旅程 在我们之中 谁没有想过 去建造一床兼顾牢靠的房子 可以让我们住在里面数十年 并在我们离开世间之后 还能维持数个世纪 谁不曾梦想致富 在余生免于所有的忧虑 是永恒的恶魔 诱骗了我们 让我们相信 事物能够持久 相信任何人事物 永远属于我们 注定会令我们失望 这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 目睹人们在死亡时 心思完全被所爱之人 与所留下的深厚物占据 遗言除了一连串的执着之外 无他 完全无视于等待在他们前面的命运 如果他们完全忽略 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事物 那么他们所要面对的命运 很可能是充满痛苦 折磨的 相反的 甚至 与真正的行者 不认为自己拥有任何事物 甚至连自己的身体 也是如此 更别说财物或住所 听到这样的事迹 或遇见这样的圣者或行者 是多么令人有所启发啊 他们是财物 为暂时借来的虚幻之物 我们要经历很长一段旅程 去通过六道轮回 如同一名小心翼翼准备旅程 展开环游世界的水手 我们应该亲近佛法 为自己面对一段甚至更长 通过死亡与再生的旅程 做好准备 如果你要先去完成 你必须做的事 你将永远不会接近佛法 听闻的人们啊 当你想到佛法的时候 立刻起而修行 俗悟 如同湖面上的波纹 是永无止境的 你或许认为 在接下来十年或二十年 你能够把计划做出结果 之后 你将可以安心自在地 修持佛法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那么可以确定的是 你正在忽略生命的脆弱 难道 你不曾目睹人们 在最出乎意料的方式下 一年早逝 认为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是不理智的假设 当心中升起 修持佛法的念头时 不要犹豪躁 切勿把修持佛法这件事 拖延到明天 当下即是适当的时机 农人不会等到冰霜 使地面变硬 才开始播种 它会趁着土壤温暖 湿润的时候播种 一旦你遇见了 具德的上师 领受了他的教导 你就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开始走上觉悟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阳普照大地 洒落一地的银白 回风徐徐拂过树梢 带来盎然生机 越过幽闭小镜后 放眼望去 便是静谧又安详的美山护生园 位于嘉义县 民风普世的美山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中华护生协会 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 淋木丛誉 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 滋养着许多雾名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彼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美之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 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